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做完文职的办公室之后 用来厨房学一下 给他一个机会我试一下 慢慢慢慢的逐渐就喜欢煮食了 你是从文职转到后厨房的吗? 对啊 多长时间转过去? 整整三年 三年时间用了 也是啦 后来我就放弃了文职的了 就直接进了厨房做的了 那三年内你是做了两份工? 是 是 那其实之前你是不是对饮食都有兴趣呢? 还是看到酒店那么多食物 其实酒店也有几百种食物 所以吸引到呢? 其中之一啦 因为它始终酒店来说是我们的食材 是我们以前的 完全没见过以前 我怎么会知道草莓是什么东西呢? 原来草莓是很均衡的在酒店里面 那我还加上随时的专业精神 它们有制服啦 有很多食物的卫生他们要遵从啦 还有煮食那份 的坚持 还有煮食那份专心 它们在煮到煮食的时候 它们很专心的 不会给很多东西去一个影响到 还有它们要听预定 一听了之后就立即即做 那我觉得这一样事呢 那动力不是 catalog的 經常面對一大堆文件,怎麼處理那些東西 是另一種活生生的一種學問來的 那您當時是想學中餐還是想學西餐? 西餐,因為中餐來講,怎麼說呢? 不是不喜歡,中餐我很喜歡,因為日常你都吃著它 但是西餐呢,是個presentation,食物的顏色,那個favor 是我以前沒接觸過,那我就一直專心地學西餐了 所以可能是西餐它的藝術性更加強,所以你覺得更加有興趣一些? 對啦 一般我們的感覺就是說,家裡的廚師 所謂廚師可能是媽媽、奶媽、老婆、老公 其實就是一個人都搞定了 是吧?包括買菜、切菜、煮菜 但是我們在電影裡看到很多show看到的話 究竟在酒店裡面,廚房有多少種廚師 如何分工呢? 酒店裡面,以西餐來講,就會分開三大類 三個不同的session 第一個session,叫熱爐 第二個session,叫動錘房,叫pantry 第三個就是pastery,就是做甜品的 在熱爐來講,它也分開了 也分開爐頭,它是專負責扒爐、燒焗、炒東西 也分開薯菜,薯菜類就是要分開另一個session 為什麼呢?因為真的要配合 當肉煎好了,薯菜就會一起跟著起 很有system的,凍房也分開哪些是做熱的頭盤 哪些是做凍的頭盤分開兩個session pastery也是,分開熱的和凍的 我覺得它很有系統和organized 跟我們中菜的錘房,鑊、上閘、砧板 就是它們一樣是點心類的,它們很有系統 但是我最刺激的一件事就是清潔 清潔方面西餐的錘房 當時給我真的很打香眼界 比較起,咦?我家裡真的不夠水 你也知道媽媽已經做完菜,煮完東西 洗完碗都抹錘房 哇,原來不是的 真正的西餐的錘房是更加乾淨 更加講求那種衛生的 有沒有說就是有一個時間表 比如說您剛剛從進入廚房 那麼要從廚房最低、最簡單的工作開始做起來 然後再開始慢慢可以做搬手、搬廚、再做副廚 有沒有一個這樣的時間概念 有啊,我最記得第一天進去廚房 他們給我一個小櫃的薯仔 我50磅 給我一個小椅子 他就說你洗50磅薯仔先啊 那我OK,那時候傻傻的 就是告訴你 所有的東西都要從基本學起 西餐的也有了 有一個步驟 appentist 就是一個學徒 學徒之後呢 上一個junior 上一個senior 跟著上一個supervisor 跟著上一個soul serve executive su serve executive serve corporate serve 好啦,這個是美國制 如果是法國人來說呢 他就用一個法文 appentist 一樣啦 cumbis,dermis,saucier,serve de cuisine 跟著就soul serve 跟著sherf,sherf de cuisine 他們這樣上法的 跟著你這樣說 都整個六、七級 是嗎? 是呀 以當時來說 appentist 最低限度是兩年至三年的時間 那你那個學土豆學了多久? 三年 不過就是part time 就不是full time三年 就是我算是一個比較幸運的 是呀 那你說你離開文職 直接進去 都仍然是appentist 都仍然是學徒 還是已經上了級 junior 上了junior 已經 就是說你那個三年學徒的經驗呢 那你變了就 直接去了做junior junior 是的,junior級 是的 你說的 是說可以開始自己做菜 還是說只是在旁邊做版 做presentation 做班首 在旁邊做的 我們還沒去到一個 可以自己單獨做一個 做一個整個菜的 那我們會幫忙做凍的東西 因為凍的東西 好像擺泡票 冷一點 我們就開始在那裡學 學 在pandry最主要是學presentation 怎樣擺設些東西漂亮 第二,knife skill 怎樣切一點 切得很漂亮 然後用手 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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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裙手 用 olla 用手 能夠使得上 在6、7級的廚師制度裡面,基本上他們是怎樣分工? 譬如說Junior做些什麼,Senior做些什麼,或者是susher做些什麼呢? 是的,Junior來講,多數會放在pastry、pantry、凍廚房和甜品方面 讓他們學做一個skill,presentation skill,擺碟,控制手 knife 好了,Junior才放你去熱材房,熱材房給你煮,如果產品給你煮的話 你要控制得好才會煮,熱材房之後就做susher,susher就說,sorry,應該去到susher,專做醬汁 因為西餐來講,醬汁是很重要的,醬汁是奠定了整個dicious的靈魂 是moist就肉,給favor就肉,給grease就肉 好了,接著呢,susher的時間,你就學習怎樣去manage鋤房 怎樣做schedule,怎樣recipe,怎樣去pattrace,買東西,怎樣去market list 做這些事情,一直上去,你預備好了,你有個skill在這裡,你懂得management 再上一級,就去execute surf,怎樣去run一個大的operation 不同的crisinia要碰到,哦,原來是這樣,跟各個部門聯絡,做幫忙做marketing 做sher了,更加最top了,管理整個廚房,跟hotel,或者整個establishment management的架構裡面,他們拿在一起去做他management要求他們要達到的level supervisory,marketing,代表整間公司,整間酒店出去見人,找不同的sources 那後來是你又在之後,之後下一個階段你是去了其他的餐廳呢?還是一直在歷經做很久? 沒有啊,我在1990年,我很有機會了,加入了Toronto的Four Seasons酒店 做他的French Dining Room Truffles的主持 哇,好厲害哦! 這個我是知道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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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還是法國餐廳,法國餐是非常非常講究的一個 是啊,因為那時候我做了,剛剛我跟了師傅,Grey Kroons 他剛剛從瑞士過來,因為很幸運,我跟他比較容易溝通一點 他人生路不熟,他就跟我溝通得到 他就跟我的exact chief說,可不可以給Patrick叫我跟他 他教我怎麼煮法國餐 那時候1984年就開始跟他煮法國餐 1986年就很幸運,有一個代表酒店 在第一次香港的旅遊協會舉辦的Foot Festival去比賽 得到Gold Metals 然後就1988年,加拿大隊來香港做一個presentation 那我又跟他們學整東西啊,跟著大家去新加坡比賽 他們去新加坡,我代表香港去新加坡比賽 那我就得了全場總冠軍,叫The most out sensing serve of 是的,那個比賽叫Hotel and 這個可能要補充一下,因為名字很長 那是一個亞洲區的比賽,總共有14個國家 450個專業隨時比賽 那我就在其中450人裡面,我是得到全場總冠軍 那加拿大隊知道我得了總冠軍之後 那他就在同年6月份就寫信給一個外國酒店的GM 問他可不可以給Patrick 去一個西德法蘭克福比賽 那時候我公司說,好啊,Patrick 這個比賽叫做四連一次,叫做Cooks Olympics 就是隨思的奧倫卡克比賽 那我當時公司說,哇,好啊,你直接去 沒有人去得到,你現在有一個組合 你跟那個組合一起去,學一下東西 那在10月份就跟了Alberta team 去了一個西德比賽 那我幫自己拿了一個Gold medal with distinction 那幫我們Alberta team也拿了一個Gold medal with distinction 所以我就來了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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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幾年來的加拿大 就很厲害 即是他已經請你移民,還是你自己申請移民 是啊,因為那時候都,你知道那時候適合移民潮 聽別人說去移民加拿大要等兩年或以上的 但是那時候我呼一個Alberta的 Alberta team, sorry,Alberta government的關係 就直接給我的application給這個移民官 我一個月就拿到移民資格了 1990年 所以你下一路加拿大您是去的,Alberta沒有在其他地方 不是啊,當時他說Alberta的經濟不太好 他說Patrick,你不如我們幫了你做 不要緊,你喜歡選哪裏去就選哪裏去 其中一個,當時的團隊員 是由蘭庫河,我就是在Toronto做Executive Chef的 當時他是一個,是我的團隊員 我都有接觸的,他就問 Patrick,你不如過來Four Seasons Toronto,我們提供你French dining room的Chef 做這個位置好不好啊 那時候覺得很突然啊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那當時就膽粗粗答應做 那你講過呢,你是從學徒開始進行 那其實做廚師呢,是不是一定是學徒制 還是有書讀的呢? 在當時就1980年,其實是80年之前呢 應該說實際一點,應該是1983,283年呢 就是在on the job training的 學徒是跟師傅去學習的,三年制 但是1983年呢,香港就開始了 就有一個vocational training給學徒 那麼vocational training分了兩個part 一個是full time,一個是part time part time就是給一班在職緊的apprentice 去讀書 那麼讀完書之後呢,他又有這個training 那他就完成了他的apprentice的level 那麼也都在那個階段裡面呢 就他們need到所謂的行業裡面 所定立的requirement了 好了,至於你說我不想邊做邊學 我想full time,可以 那麼當時是這個,那時候叫什麼呢? 酒店旅遊及餐飲,幾場下的名字 是學院就開始了由政府資助 那麼就由那個時候就由這個 因為酒店開始蓬勃 那麼一班general manager 酒店的總經理呀 專業人士開始覺得 我們不能夠靠以前的一樣東西去做 我們要靠一個就是 一些訓練 這些訓練不能夠再由酒店方面去做 應該交給一些專人去訓練他們 那麼那時候就把酒店裡面 有5%的稅項呢 就抽了5%的稅項 就把所有的分別放在一個分別裡面 這個分別裡面給一班專業人士 搞了一間學校 那我就開始培訓這個 一班專業的律師 Pentis 有一年制、兩年制 一年制就是一些叫junior一點的 你去到遇到一個 certain level 你做東房的 哦,可以了 會做就行了 好了,兩年制那些就生物必了 去做熱衣、甜品 就是那個全面性一點 去這個 但是full time 那時候就當香港 累積了一班 現金的專業人士 那時候 世界各地都是用著學圖制 還是 比如說那間法國 那麼出名的法國菜 其實你要做一個法國菜廚師 是不是要有沙子 又要有學位 又要有diploma 其實 這個是一個趨勢 這個可以說得是一個趨勢 以前呢 你會煮東西就很足夠了 那麼 法國人很pour of他的隨意 因為他們是手一摺 是給世界供應的 那麼近十幾二十年 他們開始都改變了 為什麼呢 因為隨時不能夠再是 只是會煮東西 因為隨時的食物範圍 開始很廣泛 包括這個食物衛生 這個食物裡面的科學 科學根據是什麼 怎麼去管理人 interpersonal skill 就是各個層面很多很多東西 就開始純相了一個 你要讀書 還有讀書一個好處 你可以考取一個叫 qualification 你聽過有一個資歷架構的 現在全世界開始把所有的工種 就把資歷架構分類了 好了 你去到哪級呢 你就值哪個錢 以前不是的嘛 師傅制的時候 以中菜為例 他們最多就是 我請一個大的師傅 大的師傅就 我給多少錢 大師傅你幫我安排個team 那師傅就根據他的喜好 這個就是馬來的 你高身一點 這個不是 你進去的 你低身一點 那就是沒有一個 沒有一把尺去量度 那現在有這個 有這個資歷架構 那會好些 那他們知道我在第幾級 第幾級 我拿到的人工 還有我有的知識在哪裡 那也都給僱主一把很好的尺去量度 這個他的員工 知道他的知識和他的技術水平去到哪裡 那我想問一下 您拉了那麼多大獎之後 您的工資是不是跳了好幾個節 當然的啦 有付出便有 有付出你才有收獲的 那也都是 你說得對的 是有加到的 因為公司想認識你 只不然就保持你 保持你 保持你便人工高些 你才保持到你的 是否便利益好些 或者不是 有人向你招手 Patrick過來 你過來這個 我又給你多些人工 因為當時有一個趣事出來的 那因為我拿了這個獎之後 那我有機會移民的 有機會移民去別處的 去澳洲其實 我已經拿到澳洲簽證的了 那在六四之後 那我和家人就移民 去到這個澳洲報道 那去到澳洲報道 那當然找一下酒店集團 找了海悅 海悅、海悅、海悅、遙東等 那大家去打談一下 再走回香港 那又開始加拿大找我了 那 branch 做好所有事情了 那海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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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悅 就說patrick 那些交易就是你先開完Grant Hire 然後你過去市場開Part Hire 你既然拿到移民簽證就去澳洲 Part Hire將會開 你在這裡賺了經驗之後 過去Part Hire就OK了 但是好不幸 到我決定要加入Grant Hire的時間 好,加拿大移民局就通知我 我的簽證已經準備好了 我什麼時候都可以去加拿大 我們終於就結合了去加入Grant Hire 我們加入四季節 你是學徒出身 但你有沒有真的上過課程 或者拿過課程嗎? 我反而沒有 但是後期才補回 我最初的時候 心都很紅 我進去除房 我都不只是想做學徒 我開始讀一些叫做遙遠課程 Dicent Learning Courses 是美國Hotel & Motel Association 搞的一些 它是教育社會做的 那我就考那些 逐一章逐一章去考 都讀了很久了 我後來就發覺 都是因為 因為來了加拿大做事之後 雖然我沒有考到這個叫做遙遠課程 因為那時候 我已經 他們跟我說你不需要考遙遠課程 因為你的經驗 加上這些 國際工作人員的獎項 其實足夠 你不需要考遙遠課程 那時候我加入過一些 Service Association 他們都平衡過我 我那個資歷 他說不用了 你不用考遙遠課程 但是我回到香港之後 就發覺都有一些 就是發覺香港的制度 就不是很健全的 那什麼不是很健全呢 隨時去到 你剛好在Location Education 讀完書之後 你要想 你始終都是靠 靠你自己在工作上的表現 那但是工作上的表現 你知道職場上比較麻煩 有時候 就是怎麼說 你看你老闆 或是老闆 怎麼看 我們不要這樣直接 有很多因素在裡面 發覺沒有一個制度 那時候剛剛 VTC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職份局 就開始收了以前的旅遊發展 餐飲中心 來做他們的旗下 就是 一種的Vocational Training 那他們都推出了 怎麼去 令到一幫已經有資歷的徐師 怎麼去考到一個 考慮呢 那他們引進了 歐洲一個頂級的 trade test 就是跑市計劃 幫你自己 幫香港的徐師 去證明它 究竟去到哪個層 那時候我就膽粗粗 自己都鼓勵香港的徐師去考 自己為什麼不考呢 去報讀了這個課程 這個課程分三個 第一個就是 Certified Code 他怎麼去認證你做徐師 第二個 train the trainer 怎麼去train你的徐師 第三個 master serve 怎麼去考取一個 真實執照 這個執照 在歐洲來說 就是屬於一個 bacher degree 那我就膽粗粗 用了兩年時間去做了這件事 那我就後期補回這些事情去做了 那就形成了 我覺得 就是做了之後呢 有一個好處 徐師是要有制度的 相當於一個 會計師啊 醫生啊 都有長時間 去考取自己的專業資格 為什麼徐師不可以呢 那麼 覺得徐師應該要做一件事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 您後來轉到Froxism之後 你有沒有感覺到在香港的 這個範圍跟 和加拿大的範圍 有沒有什麼區別的地方 有 非常之多 因為香港的法國徐房 叫Lapurne 布論徐房 我們有18個人 但是在Trafos 當然Trafos的座位置 是說是五十幾六十個 以前我們Lapurne是一百二十個 剛剛一半 那我說 OK 那起碼有九個人吧 那就是一半 那很天真地 那就是 那就是 第一天踏入廚房 哇 三個人 加上我四個人 十八個變四個 是啊 那就是 很幸運了 因為香港我也很喜歡Hands On 什麼事情都 自己一腳做 幫忙和三位 隨時一起做 也有一個挑戰 也有一個挑戰 就是怎麼把一些 因為他以前是做開 Castical French Dining 一些很傳統的法國餐 那我要怎麼把它 由Castical French Dining 轉做一些叫做 Modern的French Dining 就是Cooking 那就要開始由這個 那些叫什麼 由我們的Datly Special Manual開始 怎麼慢慢每一天轉餐 教他們 我煮一些比較不同的法國餐 讓他們認同一樣東西 慢慢開始 那我想問 買手這個責任 是哪個Shertel Shertel Shertel 還是 你譬如預備些餐 那你要製作 是 那有些 有些肉 可能一種有 但有些可能要 例如Vegi 或者那些可能要新鮮買 那哪個副作用手 其實 就應該 在這個Shertel 當然由最Top Exact Shark去做 當然Exact Shark不能夠做到那麼全面 它可能會買一些鋪田 或者一些太亮一點的東西 但是一些輕微細微一些東西 可能給Shertel去做 我當時在Four Seasons都跟Surf King 一些大型的去買,一些小的我都想加入一些本地的本地的本地 我不用下節,我用美國、紐約,飛一樣過來,飛一樣過來 我們看看新鮮些,Local Market有些什麼 我去買,買完回來,放在Datly Special Manual去做 你也說過,你也做過廚師學校的導師,是嗎? 是 你自己做和教有什麼不同? 其實教,我一廂情願,想把自己的經驗教給學生 投考了國際常學學院,都進去做 但發覺,差距在那裡 在常學學院也學了一件事,其實很重要的 學生,其實應該是go back to basic 去到最底的,你學到最底的才可以上去的 但是很不幸地,因為我相信不只是香港,全世界都是 很多的青年人覺得學取是一種叫做什麼? 圓耀 我怎麼能把技術、藝術放在食物上高 他們就miss了那個東西,他們甚至做得很漂亮的 他們真的讚嘆,嘩,你擺到這麼漂亮,你去哪裡學回來? 好,不要緊,但吃了 嘩,那些東西怎麼這麼難吃?你沒有比美的 你一樣夾一樣,可以不可以的? 你有沒有一個,看就好看,但是你又煮不熟? 嘩,那樣大件事,那些東西,他們會做出這些東西 就是跟我當初差距,都有在那裡可能 就是自己覺得自己的東西是去到很高了 你叫我低一點不行,我應該教一些高級的東西給學生 但是原來基本的東西都不行的話 你怎麼教高的東西呢?那唯有go back to basic 很多東西就是 那我問一下就是,就您這麼多年的經驗 你覺得哪幾道菜市是最受顧客歡迎的? 嗯,第一道就是 Truffles Spaghettiini 就是幫Four Seasons Hotel Toronto Truffles的名菜 我認識過 這道菜,這道菜很特別的 那當時,因為新的,就是舊的Truffles 就是公司說重新裝修了 由Rosalie Sharp,操刀,做設計做成 那就是擺了很多心機 我們希望有一個Dissus可以代表Truffles的 那當時,因為我們的F&B就是一個意大利人 你知道意大人對於Parser很鍾情的了 那我就很愚蠢,也都很天真的時候跟他說 我們能不能做得到意大利菜 我們要把法國的形式引進去Parser裡面 Parser你說,你覺得可以代表到 但是,法國賽裡面 我們Parser是說Raviole的 就是雲吞仔,我們最多是常用 我們很難跟你 他說,嗯,你做出來給我試一下 那我們就開始引入一個Truffles 用一個Truffles的名字 整個中國叫做Truffles,黑蟲露菌 用Truffles去做,我們做了幾樣的汁 三樣汁,第一個是忌廉汁 Truffles的忌廉汁 那將Parser,根據意大利人的做法 將忌廉汁,Torles的Sprittini 好了,接著不止那麼多 我們要增加那個Favor 我們將一些Wildjew牛仔汁 reduce down 好了,接著呢 在那些Parser,忌廉汁上的畫畫 畫一些不同的線狀在上高 接著我們再將Truffles Oil和Truffles Light Cream 一些很稀的Truffles的奶 好像Carpassini那樣打泡狀 接著再放在上高 接著先將Truffles慢慢爬在上高 那他覺得,第一 意大利粉就是意大利粉 你用忌廉汁去拖水不行 我們說不行,就是我自己堅持 有些法國,因為我們是法國餐廳 我們不會說轉做意大利餐廳 我們是法國餐廳 我們有兩個元素 去能夠令整個Truffles 是可以跟人家說 我們是代表French的 就是Wildjew的Glaze 很濃郁的肉味 然後再加上這個形狀 能夠令整個Creamy的Pastor 去慢慢慢慢地 怎麼說呢 因為那些形狀來說 是一個很軟的奶油來的 能夠令到奶油和Cream 混合了之後 整個Pastor沒有那麼濃郁 終於可以說得是一個新的嘗試 也都被Fruit Writer都認同 選了這個Truffles Vicatini 做了整個Truffles的代表 一直都是這樣 是的 其他的都有的 我們開始 那些人都問 那你是不是只有Truffles 那我偏向我喜歡煮海鮮的 那我開始就是 將中式的海鮮融入去西化 我們中國人最出什麼是蒸魚 廣東人 蒸魚啊 那我們就不蒸 我們蒸就是圓條的 那那時候 在東洪東不是那麼多游水魚 那很慶幸地 都有Green Bars 或者叫Big Mouth Bars 這些游水魚買回來 起樓 然後就燜了骨 就將一些 不只是蔥 我們將甘筍 大蒜 一些菜的絲 切到油 鋪在表面上 然後在表面上蒸 即是隔水蒸 用蒸籠去蒸 蒸熟它之後 然後再淋油 熟油 然後再做一個魚汁 這個魚汁就不像我們廣東人那樣 用上湯 開豉油 我們講究一點 用這個魚湯 即是用魚骨 拿一個湯 這個湯之後 我們加少許豉油 在豉油裡面 我們也加回 一這麼多不同的 一些叫做Fish Gravy 我們熟油 兩樣的熟油 熟油之後 做了一個gravy 跟著 就加上去 能夠增加魚的味道 那就不會 因為西餐始終魚 要跟魚的汁 我們中菜不是的 中菜就是 一個雞 一個上方可能做完 所有的東西 那時候 已經可以做這件事 這個比較 多人喜歡 是的 你講了這麼多成功例子 講一些撞板魚東西 好嗎 好啊 魚東西真的有 有時候 你自己的創作 你一定是 會成功的 為什麼不成功呢 因為 你未必掌握到的 一樣東西 還有 你知道 飲食是中國的角髓 因為是五千年歷史 你將中國的角髓 融入去 這個西餐文化裡面 其實要很小心 要小心到 就說 你 這個你究竟 掌握到的 好了 魚東西就有一次 想著可以的 就是 哎 北方菜有一個 水晶牛肉 用一個 水晶 即是啫喱 鋪上肉面 然後切一片片 哎 跟我們這個西餐法餐的 Tarine 差不多 Glacing 好了 這次我們做龍蝦 我們用龍蝦湯 加上啫喱 擺上這個龍蝦 做一個半圓形的藏物體 裡面一片龍蝦的肉在裡面 但是發覺 凝固不了 死了 又要出餐 怎麼算呢 終於就明白到 原來你不是龍蝦湯 因為你雜質太多 你不是 所以 中國人有一個中國人的餐的智慧 其實當你要做的時候 你就要很小心 不斷去試試 之後再 再這個求證 就是看一下做不做得到 不過 幸好那次就 都救得到 就是 因為事前 這會是冷的 現在有一天 才凝固得到 事前 發覺了這個錯誤之後 就立刻改回 用這個 就是清 清的湯 再加這個 啫喱 慢慢去凝固它 救得到 幸好 講一些實際問題 就說其實 你知道 很多酒店開 很多酒店的餐房 餐館也很多 很多 世界上 法國菜 意大利菜 中國菜 其實廚師的前景如何呢 這些年輕一輩 會不會覺得 學廚做廚師是一個 將來一個 職業的發展途徑呢 我個人覺得 是一個職業發展途徑 再加上 如果你有心的話 其實是一半 是你一個事業來的 是你一路一路持續發展 但問題是說 你要面對很多困難 什麼困難呢 就是說 你個人那個 私人生活 很受困惑 因為你知道做廚師 人家開心的時間 你就做呀 做 人家 人家 人家上班 你就放假 其實 正面的事情來看 其實都好 你不需要跟人逼 在香港 尤其是 我放平時幾好 星期六 星期日 人頭勇志 你周圍都是人 那麼 另外一個呢 我看法就是 它發展中間大的 因為 做 飲食 或者做這個 做廚師 其實 它有幾樣東西 它可以發展的 第一樣東西 它的藝術性方面 它的發展 它的創作 可以發展 再加上它的 承受壓力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這些廚師 大哥 突然間 午餐時間 有人跟你說 我只有三十分鐘 吃飯時間 你要快 餐廳可能坐滿了人 那麼你在 這半個小時內 怎樣去 將這些 食物 又要很有條理地 又要新鮮 煮完之後 要夠熱 又夠合乎你自己的標準 你自己的水準 那怎樣 傳出去呢 其實是一種學問來的 那麼現在 再講到 隨時 也都綜合性來說 講到好像 現在 現有的COVID-19 就是 你牽涉過很多衛生的東西 要吃 再加上 一些 疫情的東西 你要吃 還有現在很多限制 人吃東西都有很多限制 你又很多要吃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潛質 最重要的 最實際的 你只開餐廳 它的利益是什麼 第一 可以吃 第二 收錢 收現金 供應員 拖數 拖一個月 不用馬上付錢 拖來越不圍 也可以記住朋友 挺好 是不是 哈哈 我最後一個問題 Grace 我最後一個問題 其實我都喜歡煮東西 但是 我又說 今餐煮得很好吃 下一餐可能很差 怎樣可以保持水準呢 這個 這個就說得很實際 就是 當你煮東西的時間 你要有一支筆 有一本寶 接著將你煮東西 一邊煮就一邊寫下它 將它慢慢 煮完之後 你要寫下一個叫做Evaluation 去評估你自己 這個這麼好吃 哦 再想一下 之前我煮過什麼 你不寫下它 我們所謂的Recipe 你沒有一個好的Recipe 你跟不住 你每次都一盡好一盡不好 是不是 你寫下它 將Recipe 慢慢慢慢累積它 看回它 我有什麼可以改善 有什麼做得更加好 我看見別人這樣做 原來回來可以再翻寫回去 這個是一個重點 或者你說不行 麻煩 設定手機拍攝你煮 是不是更加好呢 又方便 Grace你還有一個問題 好 我的問題就是 什麼時候有這個榮幸 去你們家吃飯吃 哈哈哈哈 他會哪點自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比較直接 有機會的 有機會的 不過你要容許我家 就一個 我有兩個小朋友 是我兩個孫子 他們是比較偏 他們是比較偏 他可能 哇 整天 人客一定 抓住你來玩 送你玩具 叫你跟他看書 那你容不容許這件事發生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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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第二個可行的方法 都可以想一下 找些地方做一個私房菜 哈哈 那就是連家餐廳會開網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那最後一件事 你做了這麼多年廚師 有沒有一個感覺的分享 其實 一個感覺 有的 除私是一個 一門 一個 帶給你有滿足感 和很快有成功感的職業 不是很多職業可以這樣做的 那第二 你也要帶給你一個 路上高 不斷去要求你自己去創新的行業 有很多行業可能你要創新一樣東西 需要很久很久 但是除私 加上你的靈感 加上你的技能 其實你會很快做得到這些事情 那最後我覺得做徐師一件事就是最好的了 現今來說 我覺得徐師不僅是令人滿足 令人飽足 亦都給予一些快樂你的顧客 好 那多謝了Patrick 蓮之鴻今天接受我們海文 我就特地做了一個篩 I love cooking I love cooking I love cooking 我都知道你將來可以有些新的發展 或者新的路向 我們保持聯絡 希望下次我們再說 好 拜拜 OK 拜拜Joseph 拜拜Gracy faj愚蠻